国外的媒体不太熟悉大天朝的艺人 每次出新闻稿的时候 总是会用意见让人草底满满的称呼 让人怀疑是不是开启了讽刺模式 还记得刚于想案件发生的时候 国内激起了很大的水花 澳洲的媒体都没想到这个人原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为了给澳春村民们科普 他们新闻稿提用了中国金刚狼的称呼 初高于想在国内是一名非常知名的明星 他的地位和饰演金刚狼的澳洲演员修杰克曼一样高 这个倒也不是媒体的锅 只是那个律师以这个为开脱 结果这个澳洲律师的话被写在那新闻里 还有外媒有中国媒尔吉布森平荣高云祥 你们是高云祥派去放彩虹屁的吗 高云祥在国内只是个三四线演员 居然在澳洲都被吹成一线巨星了 同样被外媒吹上天 还有安吉拉大宝贝杰颖女士 她和黄晓明的那场纵享奢华的婚礼 惊动了国外的媒体 在新闻里形容贝比和黄晓明都是中国的顶级演员之一 黄晓明勉强还能算演员 贝比的话就只剩勉强了 但是另外一个媒体对她的形容倒是有点神似的 说贝比是中国的卡带山 卡带山在美国是一个炒作女神 总是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不新闻版面 当然了 贝比和卡带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贝比不用搞什么大事情 吃个爆米花就让大家讨论很久 外媒也很紧跟热点 创造101播报的时候 王菊以一种独特的风格爆红网络 他们也关注到了这件事 还在标题上直接就称王菊是中国比昂斯 菊姐身上那股个性 大胆的气质 和火爆净辣的比昂斯有几分相似 可是实力却差得远了 菊姐想要重新定义中国女团 还有一大段距离呢 外媒喜欢用国外知名度高的名人形容 特别是 Justine Bieber就经常出场 小发已经数不清中国到底有几个 Justine Bieber了 王源去挪威的时候 当地媒体就用了很大的反面 在故海 中国的Justine Bieber又来了 国外电影找了陆寒和作代言 电影方谈到宣传的时候 也说自己找了中国的Justine Bieber 屁风该不是被人骗了吧 彼国同心出身 王源还勉强说得过去 陆寒那时候在中国只是个流量小声 接下来这个就更匪夷所思了 在上海举办的直接为密秀的红毯 外媒居然直接喊出来了 许位周还不至于道比国的那程度吧 既不是同心 人气也并没有投射全球 许位周听到这个记者这样排斥自己 也许内心闪过一丝窃喜 但随后就是满满的尴尬 把外媒用这种称呼 为了让大家更熟悉这个人 但是他们不熟悉国内的娱乐圈 看到他们这些称呼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